各位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讲解python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实战课程中的第三小节python语法基础 我是主讲老师 葳葳 大家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我们天善社区中的python板块中进行相应的提问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一节课的讲解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会讲python的语法基础的部分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节课要接触的知识 会相对来说比较多对吧 我们会把语法基础的部分全部解决掉 那么小节的话我们主要会讲这些东西 首先会给大家讲怎么样输出一个东西 第二个会给大家讲解注释 也就是说python中怎么样进行注释 第三个会给大家讲解标志符 然后在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解变量的使用 然后随后会给大家讲解数据类型 然后也就是python中 还有非常多的数据类型 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些常见的数据类型 比如数字符串圆主列表集合等等 以及字典等等 那么在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 运算符 以及运算符的优先级使用的技巧 对吧 然后在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python中的一个特色的东西就是说进 那么我们马上进入第一个指点的讲解输出 那么其实上一个小节中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我们怎么样去输出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在我们的IDL一中输出 Hello Python 那么我们怎么输出呢 我们可以首先退出PPT 然后打开IDL一对吧 那么现在你要使用哪个 使用3.5.4吧 所以你现在需要打开这个对吧 那么接下来你进入到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python shell的模式 那么所谓python shell的模式 也就是说你一行一行命令的敲 知道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一次一次命令的敲 那么如果你想一次执行多个这个程序的话 那么你可以就是cantle open 按你的键盘上的cantle键和open键 那么此时你可以打开一个已有的python程序 对吧 如果你没有已有的python程序 你可以按键盘上的cantle键加n键 怎么样 新建一个python文件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输入多行 啊就可以输输入多行的这个python程序 然后呢保存一下知道吧 cantle s保存一下 那么保存了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你可以按f5 怎么样 按键盘上的f5执行一下就ok 就能够实现啊 那么在这里我们取消掉 我们现在先使用虽然模式去编写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输出第一行啊 第一个hellopython 那么现在呢我们怎么输出 那么在python3中我们的print 他用括号啊 来括起来要输出的内容 那么我们要输出的东西是一个字符串吧 那么我们的字符串呢 我们就可以用引号把它引起来啊 那么这里双引号单引号都行 对吧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用双引号了啊 那么我们输入啊 hello 什么 pathon吧 然后呢 按一下回车键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呢 他就实现输出了hellopython 那么呃 对于有基础的朋友来说 这里就是非常简单了对吧 那么对于没有基础的同学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呃跟着我们学啊 啊 那么这些基础呢 我们会花呃一周的时间就给大家解决掉不急啊 如果有基础的这里你就耐心一点好吧 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已经讲解了这个怎么样输出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我们pathon中注释的实现 那么在pathon中呢 如果我们想让某个区域不起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些区域进行相应的注释 那么常见的注释方法呢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警号注释法 第二种呢是三引号注释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通过实战来讲解一下啊 啊 那么这两种注释方法都是非常ok的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新建一个python的这个呃文档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命名一下这个文件 那么文件的话呢 我们可以存储在我们的代码中啊 方便大家用对吧 那么我们编写的代码 我们待会通通存储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可以直接用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这个名字我们的就是呃 f1吧 f-1吧 点python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下滑线吧 下滑线比较好对吧 命名规范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保存一下啊 啊 那么保存了之后呢 比如我们刚才的是print hello python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注释呢 假如这个地方我我这个代码我不想要了 对吧 我想将他注释掉 ok 我可以在他前面加上一个警号就ok了 那么警号注释呢 他只能一行一行的注释 比如我们还有一个呃下面还有一行print啊 里面没有东西对吧 假如我们现在呃想将这两行注释掉 我们这里用一个警号是不行的 我们警号只能注释一行 知道吧 知道吧 那么他只能注释警号后面的一行中 警号后面的部分 呃 那么比如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不想将这个print这几个字注释掉 我们想将后面的注释掉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上警号就ok了 大家发现了没 那么此时的话呢 我们后面这一部分注释掉 一注释掉 它的颜色就变了 对吧 那么我们前面这一部分是没有注释掉的啊 那么我们这里呢就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呃警号注释的方法 那么我们注释的话呢 我们通常就会呃 在我们需要说明的代码的后面 加上一些说明 对吧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注释方法呢 叫做三引号注释方法 那么所谓的三引号注释方法呢 那么此时的话呢 他就可以注释多行或者一行一行也能的啊 那么接下来 假如我们需要将这两行都注释掉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输入三个引号 那么输入了三个引号之后 你需要结束的地方 你再输入三个引号 那么三个引号与三个引号的中间呢 这一部分 他就不起作用 他就相当于注释掉了 对吧 那么我们在排程的编写编程中 经常会使用这个三引号注释的方法 三引号的注释方法 比如你按一下 F5 你会发现这里就不输入任何东西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都被注释掉了嘛 对吧 都被注释掉了 好的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两种程序注释的方法 一种是警号注释法 一种是三引号注释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下一个支列标志符 那么我们的标志符呢 他就是标注某一个东西的符号 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标志符简单的理解为一样东西的名字啊 一样东西的名字 比如你需要给这个变量 你需要给这个变量 待会我们要学到变量 对吧 你需要给这个变量起一个名字 那么这个变量的名字呢 比如是ABC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ABC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标志符 也就是说他要标识这一个东西 标把这一个东西标注出来的一个符号 知道吧 ABC就是一个符号嘛 比如你在需要标注一个函数名 对吧 那么这个函数名呢 他也是一个标志符 因为我们需要用一个名字将他标注出来 对吧 让我们识别出来 那么我们的标志符呢 我们这里就知道他的概念了 他就是标注某一个东西的符号 那么我们的标志符 他的命名是有规则的 我们的标志符 他的命名是有规则的 他的规则主要有两个 大家需要把握一下 大家先看一下 那么这两个规则是这样的 第一个规则呢 就是第一个字符为字母或者加化线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大家先快速的看一下 他有两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是第一个字符为字母或者加化线 第二个规则呢 就是除了第一个字符以外的其他字符 可以是字母加化线或者数字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我们这个地方 ABC 他是不是一个标志符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第一个字符 也就是他的首字符吧 他是字母或者下化线都可以 对吧 如果我们这个地方现在刚才是字母吧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是下化线行不行呢 是下化线行不行呢 OK 那么这个地方同样也是一个标字符 也是一个标字符 那么如果我们的第一个字符是数字 哦不OK呢 这个时候他就不是标字符了 这个时候他就不是标字符了 为什么呢 因为此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的第首字母 首个字符他必须是字母或者下化线 对不对 如果他是数字就不OK了 所以这个地方只第一个字符 只能是数字 不只能是数字 只能是这个字母或者下化线 只能是字母或者下化线 比如这个地方我们是F可以的 对吧 然后接下来除了第一个字符以外的其他字符 也就是其他位置 可以是字母可以是下化线 也可以是数字啊 比如这个地方我们来一个5 是不是 他也是一个标字符吧 对吧 假如这个地方来一个SS 是不是 这一个整体同样是一个标字符吧 对吧 如果我们后面最后再来一个下化线啊 或者再来一个字母 这些都是我们的标字符 对不对 那因为他满足我们的这两个规律 首先第一点 守字符 必须是字母或者下化线 除了守字符以外的其他字符 可以是字母下化线或者是数字啊 那么这里我们学标字符有什么用对吧 比如你后面在给这个变量起名的时候 那么变量是不是标字符 变量是变量名是标字符吧 变量名是标字符吧 所以到时候你给这个变量名变量起名的时候 如果你不满足标字符的规律 比如你的变量名是这个 你看行不行 那么自然就是不行的 对吧 比如你的变量名是这个 那么就是行的 因为他满足我们的标字符的规律 对吧 那么我们学标字符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大家以后在命名这些实体的时候不会出错 对吧 主要注意这两个细节就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排省语法中的变量 那么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变化的量我们就把它叫做变量 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变量的使用 那么我们这些所有的程序我们都会给大家就是到时候就会分享到我们的QQ群中 我们的QQ群就会给大家分享资料 然后老师主要就是在微信群中进行相应的活跃 比如答疑等等 对吧 那么QQ因为比较少用 比较少用 比较少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解这个变量 我们进入这个python shell 一行一行的执行看起来比较舒服 对吧 可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变量 那么变量是什么呢 那么变量我们可以这样做 比如现在的话 我们有一个A 那么A我们是不是一个标字符 是吧 那么我们的python中它的变量是不需要声明的 我们负质即可使用 比如我们将5负给A 那么此时就代表A它就是一个变量 我们负质的时候 他就可以他就自动的把它当做变量了 我们不需要去声明他 那么此时我们A是不是就是一个变量 他就相当于潜潜在的将他声明了 他就相当于默认的将他声明的 自动的将他声明了 那么此时A就是一个变量 对吧 那么此时的话 我们将5负质给A 这里不是等号 这里在数学上是等号 在这里程序中它是一个负质符号 负质符号 它会从右边到左边 它的运算规律 它是从右边到左边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读法 你这个程序的读法 它是将5怎么样负质给A 负质给A后A这个变量的值就是5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输入A 然后按一下回车键 是不是就相当于要执行 输出A的值对不对 那么此时的话可以看到A的值是5 那么接下来我们A的值它既然是变量 它自然就可以变化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假如再将我们的6负给我们的A 那么此时的话 我们再输入一下A 你可以看得到A的值现在变成6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A的值它在负给了新的值之后 那么它就相当于自动将旧的值替换掉了 因为它是一个变化的量 懂吧 它是一个喜新厌旧的量 对吧 它是一个变化的量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给大家讲解了我们这个变量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这个符号 假如我们A加 我们A加我们这个符号加等号 那么我们的加等号呢 它其实是一个负字符号 那么我们此时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先给大家执行一下结果 那么这个符号以后大家会经常预报啊 那么我们按一下A 你可以发现A的值是7了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符号 可能大家没有这个基础 对吧 我们的加等号呢 它就相当于什么呢 它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 比如 比如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A加等于B 那么就相当于A 等于A加B 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符号呢 就相当于将前面的这个值 怎么样 加上后面的这个值之后 再付给前面的这个值 对不对 假如这里是C加等于B 那么就相当于C加上B后再付给C 对不对 那么此时的话呢 也就是说这个符号 它就相当于前面的这个东西 加上后面的这个东西 又再付给前面的这个东西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这两个是等价的 知道吧 大家看到这个符号的时候 就能够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这个地方注释掉 好 注释掉 那么在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 那么在这里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排省中的变量 对吧 变量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对吧 直接负质就可以用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排省的数据类型 那么我们排省的这个数据类型啊 它用起来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那么在世界中呢 我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数据 对吧 那么我们为了更方便的处理这些数据呢 我们会给这些数据进行相应的分类 那么分类之后呢 那么我们我这个数据我属于这个类别 我这个数据又属于另外一个类别 对吧 那么此时的话 我们的数据就有了自己的类别 那么我们把这种数据的类别呢 叫做这个数据的类型啊 那么也就是说进而形成了这个数据类型 那么在排省中呢 我们常见的这个基本的数据类型 主要有这些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声明这个数据类型 对吧 比如你可以就是啊 到时候你学到面向对象的时候 你可以建立自己的类 然后建立自己的类之后呢 你可以建立自己的对象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它是排省中自动自己就有了自带的这个数据类型 比如数 他比如数字12356对吧 它是一种数据类型 然后字符串呢 它也是一种数据类型 比如我们刚才输出的hello python 它是一种数据类型 然后呢 字符串是一种数据类型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列表 它也是一种数据类型 也就是说list 它是一种数据类型 对吧 那么我们的原主也是一种数据类型 那么待会我们会大家通过实战来讲 大家先就是熟悉一下这个名称 对吧 我们的原主是一种数据类型 集合呢 也是一种数据类型 那么集合啊 跟我们数学中的集合是类似的 那么我们的字节呢 也是一种数据类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大家通过实战来讲解一下这些数据类型的使用 好 我们退出这个ppd 退出了ppd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数据类型的使用 首先说一下这个数 这个数呢 使用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对吧 比如我们刚才将5怎么样 付给a 这里5是不是就相当于数学上的这个数字 那么数字的话呢 也可以进行加减乘除对吧 我们后面学习到运算符的时候就会给大家讲到 那么其次呢 我们的字不串也很好理解 对吧 我们的字不串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怎么样 需要用引号将他引起来 对吧 需要用引号将他引起来 那么这里用三个引号引起来的也属于一个字不串 也属于一个字不串 只不过三个引号引起来的东西 我们在python的程序中他不会去执行他知道吧 所以的话呢 我们会将三引号作为注释的一种方式 使用起来非常灵活 因为他不会去执行 所以我们可以将他作为注释的一种方式 那么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三个引号引起来中间的部分他就不执行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字不串呢也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起一下列表原主 那么我们在这个python中呢 他是没有这个数主的概念的 如果大家学习过其他的这个编程语言的话 大家经常会发现有一个东西叫数主 对吧 那么在python中他没有这个数主的概念了 但是呢他有类似的东西存在 那么我们的列表呢和我们的原主呢 他就相当于我们其他编程语言中的这个数主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实现一下 那么我们怎么样声明一个呃 声明一个列表呢 那么我们声明一个列表呢 我们可以用中货号来声明啊 那么中国中间呢就是列表的内容 那么我们列表可以存储多个元素 对不对 那么此时的话呢 我们这个列表中可以存储多个元素 那么此时的话呢 假如我们像这个列表存储两个元素 当然你也可以存储一个元素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要存储两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呢 呃是mai 对吧 第二个元素呢 是呃 you 对吧 myu 然后呢此时的话呢 我们这一个整体他就什么 他就相当于一个列表 他又是一个列表 他就是一个列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列表呢 附给一个变量 那么此时的话呢 我们可以附给变量abc 然后按一下回车键 那么我们现在abc呢 他就相当于一个列表 所以现在我们呃 在share模式中输入abc 执行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个列表中有两个元素 对不对 一个元素上是mai 另一个元素是u 那么此时我们如果想将这个元素取出来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输入abc 也就是输入这个列表的名字 然后呢 在后面啊 输入他的下标 那么我们在列表中呢 他的元素是从第0个下标开始的 也就是说他从呃第一个元素呢 这个位置呢 他是第0号位置 这个位置呢 是第1号位置 然后再接下来第2第3第4对吧 他是从第0号位置开始编号的 那么此时的话呢 如果你想取这个u出来 那么此时他的下标应该是多少 第一个是0个下标吧 然后第二个是第1个下标吧 对吧 你从0开始数吗 01对吧 所以说此时你应该取第1个下标出来 对不对 那么此时得到的是u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 如果你想取出mai出来 那么很简单了吧 很简单了吧 这里输入0就ok了 那么此时 如果你想就是替换这个列表中的元素 也是ok的 也是ok的 假如现在你这个列表中 如果你想将第2个位置的这个地方 替换成另一个 那么此时你怎么办呢 这个第2个位置 他的下标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1 对不对 我们就应该将abc中的第1号位置 然后替换为其他的 比如此时你可以给一个其他的 假如此时我们可以替换为 t对吧 好 那么此时的话 我们再输出abc这个列表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位置 他就替换成其他的东西了 那么再要注意 我们在这个列表中 我们的元素是可以替换的 替换的方法 就是这样 直接负值就行了 对吧 因为我们要替换哪个 我们就找出哪个地方 因为我们要替换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下标应该是1 对吧 所以我们就替 将abc1重新负一个值就ok 好的 那么这里我们就给大家实现了我们的 列表的讲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解下一个 东西叫做圆祖 对吧 那么我们的圆祖 他跟我们的列表很像 那么我们的圆祖 如果要你要生命 你要定义一个圆祖 那么你怎么定义 你用小括号就可以定义一个圆祖 那么里面 他同样是圆祖的元素 对吧 比如我们重新来一个 假如你的是 my 第一个元素是my 第二个元素是you 对吧 然后你可以将圆祖怎么样 附给一个东西 你可以附给cd 对吧 那么此时的话 你按一下回车键 那么此时cd 他就是一个圆祖 你按一下回车 你就可以看得到cd 他是一个圆祖 他第一个元素是my 第二个元素是you 对吧 他也就是说第0个下标的元素是my 第一个是you 对吧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怎么取出圆祖中的元素 假如你要取my这个元素很简单 对吧 cd 然后取他下面的谁 我们这里同样是中用中括号去取啊 中括号代表的是取谁的下标 那么此时的话 假如我们要取第0号元素对不对 那么此时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my取出来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的圆祖和我们的列表有什么不同 那么我们的列表刚才我们看到了 他里面的元素呢是可以就是修改的 那么我们的圆祖里面的元素呢 他是不支持修改的 他是不支持修改的 比如在这里我们可以试一下 假如我们现在需要将 需要将you这个位置 也就是这个位置将它修改为其他的 你看还行不行 那么此时自然是不行的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圆祖他这种数据类型呢 他里面的元素一旦定义好了 他就不支持修改了 对吧 那么此时你可以看得到他这里就说 圆祖 这种类型呢 是不支持修改的 不支持重新定义的 对不对 好的 那么此时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圆祖和我们列表的区别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解另外一个数据类型 叫做集合 叫做集合 那么我们的集合呢 我们可以用大 我们的集合呢 我们可以用set来 呃 表示 啊 那么我们的大括号是是这个字典 我们待会再说啊 我们的这个集合可以用set来表示啊 我们假如 呃 我们给大家先出个题吧 假如我们现在胡乱输了一串字不串 然后我们将这串字不串 付给A 然后我们再胡乱输了另一串字不串 然后将这这一个字不串付给B 那么此时假如我们想要求这个字不串和这个字不串中的共同的元素有哪些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啊 我们是否学过一样东西 叫做集合 集合里面呢 他的元素是不能重复的 对吧 OK 那么在我们的python中他同样有集合的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集合中的元素呢 他是不能重复的 那么此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集合呢 他可以求他的交集并集以及补集等等 那么此时的话呢 我们要求他的 我们要求他们共同的元素 那么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要求这两个集合中的交集 对不对 那么此时我们怎么样求他们的交集呢 我们可以先将这两个东西转化为一个集合 比如我们现在 S A 我们可以用SET 将一串字符串转化为一个集合 OK 那么此时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A这个字符串 A这个变量是不是代表了一个字符串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用用这个A这个变量呢 SET一下 也就是说将它做成一个集合 那么SET呢 就将它相当于将一个东西转化一个集合 知道吧 那么此时的话呢 我们就相当于将它转化一个集合 转化为集合 我们只要负给SA 然后我们按一下回车键 我们可以输一下SA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一个集合 对吧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SET一下B 我们要将B这一个字符大字符串也转化为一个集合 对吧 我们可以附给SB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SB呢 它就成为另一个东西了 对吧 那它就成为另一个东西了 对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求这两个集合中的交集 也就相当于求A和B中共同的元素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SA怎么样 与我们的SB求一下交集 那么求一下交集 就用这个and的符号 知道吧 就用这个add的符号 然后按一下回车键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里呢 就出现了它的交集 就出现了它的交集 也就是说 这两个字符串中共有的元素有哪些 共同有的是hsjkd 对吧 如果我们要求它的并级也很简单 对吧 我们要求它的并级呢 我们就要做个数线 你就获得这个符号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呢 就是它的并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求 这两个字符串中的交集和并级 也就是共同的元素 以及合并起来的这个元素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一下集合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字典 那么既然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字典 那么我们的字典呢 有一种格式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用引号引起来的就说明的部分啊 我们现在先不说明一下 我们假如要声明一个字典 那么就是用大括号就可以声明了 对吧 那么字典里面呢 它有N个元素 它有很多个元素也可以有一个 对吧 那么我们的每个元素呢 它都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我们把它叫做key 然后呢 第二部分呢 我们把它叫做value 那么也就是说第一个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键 第二个部分呢 把它叫做直啊 那么接下来 它还有第二个元素 对吧 key 然后呢 键和元素 键和直之间用末号隔开 然后此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呢 是key value 对吧 key value 这个呢 是key value 这里呢 就给他声明了两个东西 对吧 好 那么此时的话呢 它是这一种格式的 大家先看一下这种格式 这里是键 这里是直 它的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这里呢 它相当于一个元素 知道吧 这里相当这一个合起来 键和直合起来相当于一个元素 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相当于第二个元素 那么一个元素里面 也就是说它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键 第二部分呢 是直 那么我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做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呢 就是啊 你可以就是通过某一个键 直接就找到它对应的值是什么 直接通过某一个键 直接找到它的值是什么 好 那么这里呢 是它的格式 我们用这个引号把它引起来注视掉 这里是它的格式啊 不是代码啊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格式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声明第一个字典 我们来声明第一个字典 假如我们第一个字典呢 我们可以付给第一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第一呢 我们假如是第一个字典 那么它里面呢 有元素 那么我们首先给它做第一个元素 那么第一个元素 它是包括两部分 那么包括了这两部分 我们就可以首先把这个格式写出来先啊 引号引号冒号引号引号 对吧 也就是说冒号左边的这一部分呢 是key 冒号右边的这一部分呢是value 然后呢 假如我们要给它两个元素 ok 那么第二个key第二个value 对吧 那么假如此时我们可以name 假如第一个key是name 假如我的名字是 啊 这个对吧 然后呢 假如我的性别 对吧 sex 对吧 man 好 那么此时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第一这个呃 变量里面呢 它就存储了一个字典的信息 那么字典的话呢 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 大家查字典的时候是不是 呃 大家形象的理解一下嘛 大家自己查字典的时候 是不是根据某一个关键词 就很容易的找出这个词对应的意思是什么 那么此时我们这个呃 我们这个python中的这个字典的含义也是类似的 你可以直接根据某一个值 直接找出这个值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键知道吧 我们可以直接根据某一个键 直接找出这个键对应的value是什么 啊 假如现在我们第一已经存好了 假如我们要找出第一这个人的名字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同样调用他的内部这个呃 key就可以找到他的名字 大家可以看他的名字是这个吧 那么如果我们想找第一这个呃这个变量中的 性别那么怎么找呢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sex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了吧 对吧 直接是man对吧 男那么此时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这个字典呢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运用起来是非常多的 知道吧 那么我们还可以存储更多的信息 比如呃存储年龄啊 呃存储婚姻状况呀 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存储进去 对吧 或者我们不存储人的信息 我们还可以存储物品的信息等等等等 我们可以字典的这种存储方式呢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根据某一个key 直接找到对应的value是什么 啊 好了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我们字典的啊 这个使用方式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我们的数据类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运算符 那么在python中呢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运算符啊 那么常见的有加减 乘除求我们的余数等等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给大家通过实战来讲解一下 加减乘除以及求余数 那么更多的这些运算符呢 也就是说除了这些运算符之外 还有很多的运算符 那么更多的这些运算符 那么以后我们在项目中怎么样 用到的时候再给大家进行讲解 好吧 那么我们运算符我们了解一些基本的 现在目前就OK 未来在项目中遇到哪些 我们直接就给大家啊 直接就给大家讲 直接给大家讲有哪些运算 哪运算符怎么怎么用 对吧 毕竟现在咱们时间有限 咱们要用一周的时间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给解决掉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的课程 安排起来 虽然我们前面啰嗦一点 但是对于 这些没有基础的朋友 我相信还是非常有用的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通过实战来讲解一下这些更多的运算符等到项目中再讲 那么关于运算符的优先级的使用 在这里的话 我们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常见的技巧有这两个 那么待会我们通过实战一起讲 对吧 那么运算符的优先级呢 也就指的是 比如你在数学中学的你的加减成熟 比如加号和乘号同时出现的时候 先运算哪个 先运算乘号的部分 再运算加号的部分 为什么要先运算他 就是因为他的优先级比较高 啊 那么有的时候 假如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如果不清楚加号和乘号的这些优先级 那么怎么办呢 假如你想先执行加号再执行乘号 或者先执行乘号再执行加号 那么实际你怎么办呢 你可以将要先执行的部分呢 用这个小括号将它扩起来 那么用小括号扩起来呢 就相当于改变了他的优先级 知道吧 那么在这里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python中 我们运算符优先级的规律 使用技巧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基本的数学运算符中的优先级规律 在python中基本适用 也就是说如遇到加号和乘号除号的时候 那么乘除号显然是优先于加减号执行的 那么如果你要先执行加减号 那么你此时你就要用扩号将他改变了 对吧 那么此时也就是说你要了解他的这个优先级规律 那么如果第二点实在不清楚优先级规律的时候 你可以为需要执行的运算呢 加上这个扩号 比如你在加减和乘除同时遇到的时候 那么如果你不清楚他的优先级 你又想先执行这个乘除 你怎么办 你就在乘除的这个部分运算部分加上小括号 不要嫌麻烦 对吧 不清晰的时候直接加上小括号 加上小括号 他怎么说呢 他不会 不会就是出错 但是他反而更能够让你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 就是优先级模棱两可的情况下 给你一个非常肯定的执行准序 比如此时我们乘除号 我们和加减号不知道哪个优先级高 我们又想先执行乘除号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在乘除号的呃对应的运算的呃 这里加上这个小括号 那么此时的话呢 他就必然会先执行乘除号啊 懂吧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我们这个运算符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通过实战来讲解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给大家讲解这个加号啊 那么加号的话呢 我们现在先给大家讲解这个数字的相加 比如我们这个5加6 啊 那么我们此时呢可以运算得11 对不对 那么7加8他也可以运算得15 对吧 那么我们的加号也就是说在数学中的这个运算呢 在这里同样适用 那么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对应的加号 我们此时需要另一个运用 怎么运用呢 我们的加号在拍审中还常常用于啊 我们的这个字符串和数字和这个对应的变量的连接 字符串和变量的连接 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字符串 哈喽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字符串 拍审 那么我们的拍审呢 我们附给了一个变量 附给了变量 P吧 那么此时的话 假如我们希望同时输出哈喽拍审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此时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这里是一个字符串 这里是一个变量 那么我们这个字符串和变量 你这样输 行不行 你直接哈喽 然后直接拍审行不行 直接P行不行不行 那么此时的话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进行一个字符串与变量的连接 那么字符串和变量连接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使用这个数学中的这个加号 比如你需要连接这个P 那么此时就OK 你可以看他直接输出了哈喽拍审 对不对 那么此时的话 他就进行了这个字符串部分和变量部分的连接 那么以后你在做输出的时候 你经常会需要用到这个字符串的连接 包括我们以后做爬串 进行网址的构造的时候 经常会使用到这个字符串与变量的连接 以及对应的东西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加号 那么简号 跟我们数学上的简号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在这里就不用讲了 对吧 乘号和除号同样一样 比如3乘以4 一样的就12嘛 对吧 除号的话也一样的 比如4除以3 对吧 是1.333 对吧 那么此时我们怎么样只求出他的商不要他的余数呢 也就是说我们数学里面我们求除法运算的我们有商和余数 那么我们怎么样得到他的商不要他的余数呢 我们可以用两个这个两个斜杠 那么就是求商不要余数 那么此时的话你可以得到他的商是1 对不对 比如19如果你要跟3求商那么他的商是6嘛 余上1嘛 那么怎么求余数呢余数就要用百分号去求了 比如你现在要求19与3的余数你可以看余1嘛对吧余数是1就可以这样通过百分号去求了 那么此时的话此时的话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加减成熟这种运算以及求商运算以及求鱼运算好的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运算符的部分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再给大家啰嗦一下我们的优先级部分 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一个表达是他的优先级是什么吧 小学的数学就学过了对吧 那么这里的话呢 假如我们要呃现在肯定是先运算4乘以5 然后再运算这一项对吧 然后再运算最后一项加5 那么此时的话呢 我们呃假如我们先想执行9加4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上括号就行了 好 那么此时的话呢 他会先执行9加4 然后再乘以5再加5 那么如果此时你不清楚这个加法和我们乘法的这个优先级 你怎么办 我们可以这样做 假如你不清楚这个加法和乘法的优先级 你可以就是比如你先想你想先运算这个惩罚再运算后面再运算其他的 那么此时呢你可以在惩罚这个地方 同样加上这个括号多此一句也也好也比这个出错要强对吧 你可以看这样就肯定会先运算这一项知道吧 这一项呢就是知道当你忘记这个运算符的优先级的顺序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小括号强行的改变这个运算符的优先级 好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运算符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下排审语法基础中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说进 那么我们的拍审的 他是一门强制说进的语言 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反感这一点 但是呢 这一点的存在呢 让拍审的代码更加美观 我们先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的说进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我们这个地方 大家看啊 我们这个地方假如你按一个空格 你假如在前面多了一个空格 然后再输出这个拍 输出这个pure in的代码 你可以看他就出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他的说进不对 对吧 他的说进不对 他就会出错 可能有些朋友在调程序的时候 因为这个说进的问题调了半天 然后觉得这个说进非常烦 对吧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说进是非常优点的 非常有优势呢 为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说进的好处 那么我们的说进的好处呢 他首先第一点 我们的python的代码呢 他有这个说进 他看起来会非常美观 其次呢 你在读这个程序的时候 你有了这个说进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说进 他同一层次的代码呢 他会在同一个说进上 那么不同层次的代码呢 他会在下一个说进 或者上一个说进上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起来呢 你读起程序来呢 你就会非常方便 你这个代码的层次感就非常强 所以基于这一点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 排审中说进规律的一个 注意要点 也就是说你在排审中 你怎么样才能喜欢上这个说进 怎么样才会不被这个说进所困扰 你可以这样记住这一点 那么同一层次的代码 那么处于同一个说进幅度上 那么下一个程式的代码呢 就需要相对于上一层次代码进行相应的说进 而且我们的说进 我们建议用我们键盘上的tab这个键进行说进 不建议用这个空格键进行说进 当然也可以对吧 只不过建议而已 建议用这个tab说进 不建议用这个空格说进 是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大家通过实战来讲解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通过实战来讲解一下 我们再给大家看去6一个文件 对吧 我们再保存一下 假如现在呢 我们要保存到我们的 什么 一盘下面吧 之后呢 保存到我们的代码中 好 那么保存了之后呢 此时的话呢 我们可以给他命一个名字 F啊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下保存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说进 假如我们有这样一段代码 一符语句可能还没学到 大家看不懂 无所谓 我们给大家初步的讲一下 不急 那么这个一符语句呢 它是一个条件分支语句 对吧 假如现在呢 我们这个地方 假如 呃 A大于 呃 9 然后上面的话呢 是这个 有一个A的值 对不对 A 假如等于 呃 10 然后呢 假如A大于9 就可以执行这一线 你会发现 Print什么 Print Print 将A的值输出来 然后呢 此时的话呢 假如你要进行下一个输解 Alif 另一个东西 我们这里设置的不太准确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条件的设置呢 我们有一个规则 就是我们尽量覆盖的区域 包括包括比较全 知道吧 如果呢 这里呢 我们这个值这个临界点 我们可能设置的不太准确 只不过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说进 那么接下来 假如我们在输出Print ABC 那么假如我们这里面又有一个F语句 好 FB 等于 9 对吧 然后呢 Print B 好 那么讲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程序 B等于 1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程序 那么这一个程序大家可以看 它有不同的这个说进 那么这个说进呢 它是什么规律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代码 if 如果这样 或者另一种情况 这样 对不对 那么这一个代码和这一个代码 是不是处于同样一个层次关系上 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嘛 对不对 那么这里你也可以就是 呃 换成这个else if else语句 对吧 那么这里的话呢 也就是说这两个语句呢 它是处于同一个层次上的 那么接下来你看这一部分 Print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输出 A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是假这种情况发生的情况下 在做这一件事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它这个print A和我们一伏语句 它的层次关系呢 是在我们的一伏语句的下一层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相对于一伏语句中 要进行一次说进 对不对 那么这里的说进呢 我们建议用这个tab 渐进说进 这个tab渐进说进 对吧 不建议用这个空格渐进说进 对吧 好 那么此时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一个和这一个也是同一个层次的关系 对吧 你这样读起圆码来 你就非常方便 这一段和这一段是同一个层次的关系 这一个和这一个和这一个是同一个层次的关系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这一个呢 它又是相当于这一个的下一层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我们又有一个一伏选择语句了 对吧 所以此时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对应的 说进了就可以很方便的看得出了我们的代码中的层次关系 方很方便的看出了这个层次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好这个层次关系 OK 那么你的说进就肯定没有问题 同一个层次的代码在同一个说进上不同层次的代码 下一集层次的代码OK说进一个幅度 懂吧 那么这里的话呢就给大家讲起了我们的说进规律 好 那么这里的话呢也希望大家以后再遇到我们说进的时候 在写程序的时候能够喜欢上我们这种说进的这种特殊的要求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这个小节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我们讲完了我们的排省的语法基础 那么今天的下一个小节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解一下排省的控制流 会给大家讲这个对应的三种控制流概述 以及if语句 y要语句 for语句 以及中断结构 还有给大家演示一个怎么样输出我们的惩罚口诀表 用排省程序去自动的输出 好的 那么今天这几个小节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先停一下 好 好 感谢观看